突破身体的障碍 每个人都有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 彰化县政府第一次举办啦啦队竞赛 鼓励特教生和一般生一起组队 合作学习也让人看见不一样的啦啦队 手持银色彩球 啦啦队员卖力远出 却是彰化县第一次举办不一样的啦啦队比赛 仔细观察真的很不一样 无论是翻滚也罗汉 虽然流畅度不像专业啦啦队俐落 团队精神依然让人感动 练习完把它表现出来 就觉得很高兴 他们是不一样的啦啦队 队员有的坐轮以上阵 还有人需要老师一旁协助 但是一起合作 学习的精神让人动容 所以我们也请一般的学生跟后教学院 能够共同学习 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共同赢得美好的一个掌声 场外准备上场的队伍 抓紧时间练习 拼全力拿高分 特教生的部分呢 他们学习上是真的是有比较缓慢一些 可是普通班的小朋友都很愿意的 去协助他们不会的动作 来自11所国小 8所国中和两个教养机构 共550位学生 用力捂出青春与活力 新党的电视 叶喜红 台湾正好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